4月23号是世界阅读日,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,香港公共图书馆等单位共同举办423喜悦无界限活动,与深圳、广州及澳门三地一起同日举办活动,希望推动大湾区的阅读氛围。 2018年,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推出《共享喜悦新时代》计划,分别为中小学生提供阅读津贴,鼓励全民阅读,同时希望将阅读的魅力由学校延伸至全程。 康文署相关负责人介绍,今年依旧延续《共享喜悦新时代》的主题。 活动当天,还邀请到香港知名作家潘国龄,香港知名艺人郭靖安,陈伯宇等担任主理嘉宾,与现场数百位观众分享读书心得。 书其实它不单只是知识,尤其是小说,它是一个世界,那么你慢慢就会投入一个阅读的世界里面。 坦白说,我小时候是不喜欢读书的。 当我看剧本之后,我就发觉,什么叫书到用时方向少。 那我就开始在不同的书本里面,看不同的人生。 那我就,既然对我的演戏都会有帮助。 阅读对我来说,我可以吸收一些我自己没办法去思考的知识。 主办方介绍称,今年还新推出了《快闪图书馆》,《游泥同行黄金屋》,《喜悦新一代》等活动。 届时,主办方将把部分图书馆搬到室外,走进香港的公共交通、社区等地。 据了解,香港当天共有34间图书馆同时举行活动。